现在大家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 应该也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使用AI工具了 平时你想找一些答案或者收集信息的时候 直接用AI工具搜一下 往往也能得到还不错的结果 比如我现在就想知道 CName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就会先打开 Perplexity或者Mita的网站 然后输入 CName是什么意思 回车 最后它就会给你一个简要的答案出来 我们回看一下刚才的步骤 首先是打开网站 然后输入问题 最后是得到结果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把第一个打开网站这个步骤给省略掉 我们只留下输入问题和得到结果这两个步骤 别看只是省略了一个步骤而已 日记月累下来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给你省下不少时间的 那方法也很简单 原理呢在我几天前做的一期视频里也有详细的讲过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一串网址输入到搜索引擎设置的网址格式这里 把AI工具的名称写上 最后设置一个快捷字词 这个是随意的 大家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设置就可以了 我给Proplexity设置的是PX 然后给Mita搜索设置的是MT 这个地方大家如果没太看懂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前几天上传的那一期视频 Chrome和微软Edge浏览器怎么设置那一期视频里都有讲到 视频也不长只有五分钟多一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设置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试一下效果了 直接在地址栏输入PX空格 DNS是什么意思 然后回车 它就会直接加载回答的页面了 那如果你是重度AI搜索工具用户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设置成默认的搜索引擎 这样的话刚才前面输入的快捷字词都不用再输入了 然后想用Google搜索的时候呢 你先在设置里给Google设置一个快捷字词 比如说设置成GG 这样的话想要用Google搜索的时候 用GG空格加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在我们的手机上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不喜欢在手机上为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功能 就要去安一个APP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实现 我们用Firefox浏览器来举例 在设置里进入搜索 管理备用搜索引擎 然后点击下面的添加搜索引擎 输入AI的名字 然后把刚才的那串网址输入进去 下面的API那个不用填 然后点保存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让它成为默认搜索引擎 也可以在这里把它勾选上 然后下次你想用AI搜索的时候 如果没设置成默认搜索引擎的话 先点一下地址栏左边的按钮 选中AI搜索 输入问题 然后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刚才填写设置的时候用到的网址 还有我提到的那一期视频的链接呢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的简介栏里 那如果这些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